你们好啊 我现在解释一下这些课程 可以对我们的生命 对我们的事奉有什么帮助 我也简单的解释每一个要点 每一个就是一个课程 这个不是完整的课程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读神学的话 很多时候你会读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 等于解释圣经 有很多基本的学习 这些基本的学习我不讲 这些这里所说的是一些 帮助传道能够上次 怎样应用出来 怎样这样教导应用出来 所以不是一个完整的课程 是一个帮助人提升的课程 你们有提问的可以问的 好的 这里首先是平安典和律法 这个是我感谢神 是神给我非常重要的教导 其实也是圣经的教导 你们听的时候看着我 其实这个也在投影出来 你们可能看不到 看得到 好的 我解释一下这个 其实这个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其实圣经长大很多时候是律法 你要乖 你要听话 你不听话我就打你了 你听话我才帮助你爱你了 就是在小的时候 在上学的时候 在婚姻也是这样 你不爱我 我就不帮助你了 我就不煮饭了 不煮菜了 我要离婚 这是很多时候你要你要你要 你要 很多恋爱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恋爱 通常在恋爱的时候很喜欢对方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 就是你恋爱的时候 你看到对方就很开心 你很乐意说一声话令他开心 在恋爱的时候 你很自动会做不同的东西帮助他 你很愿意买东西送给他 你愿意陪伴他 你愿意与他谈电话 但结了婚就没有兴趣谈电话了 为什么呢 就好像因为很多要求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 在恋爱的时候 就很有动力为对方做好事 令对方开心 如果送一个礼物给对方 我们笑我们就很开心了 他笑了我就很开心了 为什么结婚之后会变得不同呢 因为结婚之后就很多责任 但人不懂得怎样 在责任中人人有恩典 在恋爱的时候很多恩典 愿意善待对方 喜欢看到对方 所以充满恩典 所以很开心 在结婚之后 开始留意 要洗碗 洗衣服 煮菜 照顾孩子 很多工作 很多工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一方做得不好 另外一方就说你没有洗碗 你没有做什么 就有很多压力 关系就变得不同 但我告诉你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我跟我的太太是怎么样了 因为我珍惜他 我觉得他是神给我在地上最大的礼物 我常常与他沟通 也与他沟通 我常常说恩典的话 欣赏他 我告诉他你是我最大 神给我地上最大的礼物 他做了很多好事 我都很欣赏 我们互相都很乐意算 善待对 因为我觉得他是神给我的礼物 我就很开心 这样的话 关系就有恩典推了 不是要洗碗 要做什么 其实有些时候 我需要做什么 我忘记了 我上了床 然后我忘记一件事情 他马上就跑下床 然后他就自己去为我做 我说你不用做 让我去做 他就是马上愿意去做 不是律法的推动 是恩典的推动 是因为他很爱我 他也知道我很爱他 所以他很乐意 他回家的时候就缓 马上欢迎他 替他拿手上的东西 替他拿拖鞋 任何东西为他做 我都马上做了 这个就是恩典的关系 跟很多人的婚姻不同 为什么呢 很多人的婚姻就是要求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好了 讲到耶稣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我们发觉 白白得救 信耶稣白白得救 非常好 很大的恩典 但很多时候 因为教导圣经的人 也是很多 长大是律法 所以他很快会说 你要祷告 你要祷告没有错 不是错的 问题是动力从哪里来 其实我跟我的太太 我也是照顾她 我做各样事情 祝福她 但我的动力不是律法 我的动力不是说 我要做 而是说 她这么美好 我很乐意做 很多基督徒 在出信主的时候 很乐意信心神 有神真好啊 有天堂真好啊 我就乐意爱慕神 乐意祷告 乐意传福音 但信了耶稣长的时间 开始有人说 你祷告不够 你传福音不够 你还没有带一个信主 就开始给他压力 很多人 信了耶稣 开始发觉 信耶稣的关系 起初是恩典 后来是律法 要做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这样的话就很累了 所以有些 有些人说 我做人已经很难 做基督徒更难 为什么呢 做基督徒要犯教会 要去教会 要读圣经 要悔改 要不要骂人 不要犯罪 要传福音 要帮助人 要奉献 他们就觉得 信了耶稣加上很多责任 这样的话是越来越多律法 越来越多律法 有什么后果了 人会觉得累 觉得信耶稣就是一种责任 也觉得很难做得好 很难做得完美 慢慢就觉得累了 所以有些人释放的时候很累 有一种病 传道人的病是什么呢 星期天惧怕症 很怕星期天 为什么呢 星期天要讲道 讲道还没有预备好 所以就有一种压力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律法推动的话 什么事情都很困难 很多小孩子 你有很小的孩子 一岁大 两岁大 通常你跟他的关系很 很轻松的 他笑你很开心 他做什么小事你很开心 你也常常 逗他欢喜 令他开心 因为当时是在这个恩典的时候 但长大了 就慢慢很多要求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没有做什么 后果是 你要求他越多 他越反抗 他越不愿意 其实圣经是不是律法推动了 其实圣经不是的 你留意圣经里面是充满恩典推动 圣经其实很多的应许 都是恩典推动 例如 祷告 关于祷告 神的话是什么呢 你为求与先生已经知道 神找为你预备 神已经在天上为你预备了 你的生命 你所定的日子 尚未度于日 已经写在他的册上 神已经早有预备 而且神是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 陪伴我们 赐力量给我们 推动我们去跟从神 当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就欢喜了 这是恩典 神不是说 你要悔改 你要悔改 圣经有说 你要悔改 但不但是你要悔改 他给我们原因 天上为你欢喜 而且当你悔改了神 神就信恩给你 所以我们看到 神用他的喜爱 鼓励我们去悔改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神就说 我就必定亲近你 而且我亲近你的手 我必定居住在你的里面 我就藏在你的里面 你就多结果子 每一样神吩咐我们做了 都带着应许 都应许我们 他陪伴 他加力量 他适风的时候 他会 我就藏与你们同在 圣灵的能力 就在你们身上 我就赐给你们 聪明智慧 而且 就是你这样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姐 都不能不得赏赐 这个经文很特别 在马太福音十章 这里说 借贷献祭的 必得献祭的赏赐 我们不是献祭 但我们借贷一个献祭 就得献祭的赏赐 非常好啊 你想一想啊 有一个献祭你说 啊你很伟大 但耶稣说 他很伟大 你借贷他 就得到他的赏赐 他不会失去他的赏赐 但你会同时得到他的赏赐 然后你找不到献祭 你找到一个义人 一个爱神的人 尊重神的人 你也善待他 你也得到他的赏赐 然后你找不到一个义人 你只找到一个小子 你不是为他做大事 你就是这样被凉水给他 最容易的 耶稣也说 你不能不得赏赐 这个是用很强烈的话 他不是说你要得赏赐 他说你不能不得赏赐 这是必定必定有赏赐 耶稣说什么呢 就是你做最小的事 尊重神 神都必定喜乐 必定赏赐 所以这是暗点推动 暗点推动 就很有动力 他说 凡口渴的来到我这里 就有活水 信我人从你腹中流出 活水的江河来 凡劳苦当中呢 来到我这里 他不是说你要进进我 他说来到我这里 我就许你得安息 我就 我心里有何谦卑 你道负我的恶 许我的让事 这样你们心里 就必得赏安息 另外一个应许 心里必得赏 你的心 你的灵魂就享受安息 而且我的恶是容易 我的胆子是精神的 所以神是常常用恩典 这是在纪约 有些人说 纪约是充满律法 的确很多律法 但也是用恩典推动 你看这个十戒 神没有给这个十戒之前 他说什么 他说我是好像因 将你背在背上带你 我是从埃及为奴之家 将你带出来 然后才将这个十戒给他们 所以神是首先去恩待 恩待他 然后以赛亚书一章 可能你会熟悉这一章圣经 讲到神怎样 举出他们的罪 你们从头到尾都 长了窗 都是神的惩罚 你整个人都惩罚 这是你们是犯罪的百姓 非常严重的 以赛亚书第一章非常严重 但以赛亚书第一章八节 说什么呢 我们且来 且来辩论 你们的罪 睡相珠红 必变成雪白 雪白 虽红于大年 也必白如羊毛 所以说 虽然你们的罪这么严重 你来到我这里 我就使你的罪 变为雪白 完全的赦免你 圣经里面很多说 耶和华是充满恩典 充满怜悯 他不长久发露 他就是永远的祝福我们 在圣经每一处 你看诗篇很多很多讲出神的恩典 他的美善 他的 他怎样祝福他的人 这个美善 从我们未出生之前已经有了 神已经安排这个救恩 神已经认识我们 将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 然后减省我们 推动我们去 感动我们去悔改信主 差遣耶稣为我们死 然后圣灵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但我们 尊重神 亲近神就有喜乐 也是神带来的 给我们的动力 其实所有基督徒 安静的赞美主 感谢神 都会经历神的平安 这些神就临在 就将平安赐给我们 所以神是常常用 他的恩典 他的礼物 他的同在 因为他的同在就带来恩典 神就是充满恩典的 神在哪里 哪里就有恩典 神是常常用他的同在 他的恩典 鼓励我们 但很多基督徒 我去很多地方 发觉很多基督徒 是怎样教导人的 他说你要悔改 你不悔改 神就要惩罚你 就要打你了 神的管教很严厉的 你要尊重神 你懒得不借果子 你就没有用了 你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这些话都是圣经的话 但他们没有看到 圣经同时有恩典推动 圣经里面 同时说你悔改 天上会你欢喜的 你不悔改 最有严重性 我想说我的教导 跟这个恩典福音 有什么分别了 恩典福音 只讲恩典 不讲律法 圣经有律法 有警告 有惩罚 我讲恩典 也讲律法 也讲惩罚 但 惩罚不是最重要的教导 恩典是最重要的教导 我们的动力 主要是从恩典来的 我们看一看 彼得快要否认耶稣 耶稣说什么呢 耶稣说 撒旦想要塞 塞你们 好像塞麦几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去 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见过你的弟兄 然后彼得说 我到死 我也不会否认你的 然后耶稣就说 今天计较 你要上次否认我 耶稣知道 他要否认他 但他首先说什么呢 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去 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见过你的弟兄 耶稣是用恩典 推动他 然后 当彼得起初 见到耶稣的时候 耶稣说 将这个船开到水 甚至处 撒网 然后撒网之后 这个鱼这么多 彼得马上就知道 耶稣不是普通的人 他是从神来的 马上俯伏在地 说 主啊 离开我 因为我是个罪人 但耶稣说什么了 耶稣不是说 你真的是罪人啊 你应该受惩罚 你应该 你要痛痛的悔改 耶稣没有这样说 你说不要怕 耶稣说不要怕 从此以后 你要得人了 我们就看到 耶稣常常用恩典 鼓励人 就说 我必定与你同在 油 在我里面 你就多接骨子 这是恩典推动 我的生命是怎么样 我每一天 我起床 赞美主 我知道我赞美主 神必定喜悦 圣经很清楚说的 我们感谢为祭 献给神 神很喜悦的 我们的祷告 升到神面前 在启示录讲道 我们的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是神喜悦的 神也必定回应的 所以我信任神 我知道神喜悦 我也开心 神喜悦 哈哈哈哈 我也开心 我就马上喜乐了 然后我整天都想着神 我知道神必定喜悦 神也给我力量 神常常给我 轻松平安 力量 而且动力 我很有动力侍奉神 其实我现在的侍奉 都是义务的 都是免费的 而且是我的机构 帮助很多的 宣教的工作 都是神供应我们的 我当我自己没有取薪水 我是免费做的 我乐意去做 神 我知道神必定纪念 我很有动力 而且我做的时候 我说我开心 因为神喜悦 我也能够祝福人 很开心 这个是恩典推动 但因为很多人是 在律法中长大 常常都 家人对他说 你要挂 你要听话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很多时候 很多基督徒帮助 别人是怎么样 批评 你没有祷告 你没有依靠神 神不会用你 都是批评 你想一想 批评的话 能够改变你吗 还是 当你知道神爱你 例如你对你的配偶 更好是什么时候 当你知道他对你好 你更有动力对他好 当你知道你的配偶 真的很爱你 很看重你的手 这个恩典就推动我们 去爱他 同样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没有力量 为什么很多传达 没有力量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 圣经去充满 应许充满恩典 每样他吩咐我们做的 都有应许 每样都带着 不但是赏赐 所以他首先改变我们 感动我们 这是传福音 他感动我们 关心这个人 向他传福音 他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给我们动力 给我们聚会 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各方面的供应 让我们去做 这是从头到尾 他去创始成终的耶稣 所以我看到 神去创始成终的 但很多人是怎么样了 他们是以为 神创始 然后我成终 我自己要 当这个当子 我要有什么果效 当然我也希望有果效 但越用我的方法 果效越不好 我越放松 越亲近神 所以我带领敬拜的时候 我去请你们 你对耶稣说 耶稣在你前面 你对他说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喜欢你 耶稣我需要你 但我们这样与神连结 神的同在就临在 神就回应的 神就给我们力量 然后这个恩典 有没有律法呢 有 怎样律法呢 我自己会提醒自己 我犯罪任何的罪 因为圣经说什么呢 约翰福音五章十四节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得更加厉害 犯罪令人教育得更加厉害 可能破坏人籍关系 破坏家庭的关系 破坏内心的平安 破坏与神的关系 也破坏师父 罪必有破坏性 这些是没有犯罪 在外面犯罪 在里面有烦恼 有埋怨 有轻看人 也会令我们 没有平安 没有力量 任何罪都有破坏性 甚至情义杀种的 必从情义受败坏 体贴肉体的就去死 所以我知道罪的破坏性 我里面有一个提醒 但我是不是整天都想这个提醒呢 我是整天想神的恩典推动我 但我里面有这个提醒 在这个提醒我可以说 可能百分之一 我的思想是在这个提醒 百分之九十九 我是想着 我跟从神 神很喜悦 神陪伴我 神加力量给我 神为我开路 神喜欢赏赐 提升我的生命 神的允许是每一方面的 当我们进入神的计划 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提升 以耶和尔为乐 神就叫你成家地的高处 叫你成为一个尊贵的人 成就伟大的事情 诗篇九十一篇也讲到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要叫他成为尊贵 尊贵 我要将他放在高处 神应许的 神为爱他人具备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都是应许 当我们爱神 看重神 他会怎么样 在圣经有一句话说 敬畏一话比起谈论 神就侧耳而听 有记录册在他前面 记录敬畏他名的人 记录思念 思念他名的人 神是这么美好 当敬畏神的人 比起谈论 谈论神的事情 或者是说什么话 荣耀神的 关心人的 神就侧耳而听 神这么 他这么大的恩典 他看中我们 每一样 荣耀神的地方 他就有记录 记录敬畏神的人 记录 思念 他名的人 所以圣经是充满 充满个人的恩典 我去被这个恩典推动 但我里面有一个提醒 这个提醒就是我犯罪必要破坏性 所以我不要犯任何一个罪 我处理罪去尽量 所有罪的意念出现 我马上在心里就已经处理了 例如里面有任何的 轻看某一个人 不喜欢某一个人 我马上处理 因为这个罪就会破坏我的生命 或者是有人骂我 我会选择 不被他影响 因为我知道被他影响 就破坏我的生命 我就选择 不被他影响 我选择去 思想神的美善 不思想他的不好 好了 因为这个教导 其实我发觉是很多地方 很少去讲的 好了好了 你发觉很多地方 都是律法的推动 有没有发觉 律法的推动 人觉得苦干 重担 而且批评 批评会不会令你舒服呢 你爱主不够啊 你传福音不够啊 你觉得不舒服 但你说 如果有人传福音不够 我说 我看到你传福音非常好 虽然他不够 他有传 非常好 当你帮助一个人 耶稣很喜悦的 当你帮助更多人 神有没有感动你去关心那些人呢 有的话 你去关心神就很喜悦 其实是神感动你去关心他的 当你回应神 神就很喜悦 他就祝福你赐给你聪明智慧 这个是恩典推动 律法推动是什么 你这人传福音一连传一次 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这个是批评 他觉得很灰心 或者是对这个传道说 你传道啊 你传道这么多年 传来传去都是差不多的东西 你就觉得很灰心啊 但如果他说你做得很好 你鼓励我非常好 然后如果是这个传道人的牧者 他帮助他 我看到有些地方 你看到神的美善 你献然神的美善 神就很喜悦 神就提升你了 你就成为伟大的伟大的传道人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这样鼓励人更有力量是不是 这个教导里面我就去讲到这个 当然是用律法的后果 而且不但去坐在人身上 坐在自己身上也是这样 你现在请你想一想 你里面有没有对自己的批判 对自己的说 我做得不够好 我应该做更多 我能力不够 我智慧不够 我说的话不够好 这些都可能是我们里面的控告 就是觉得我不能做大事 永远都是做小事 但这个不是耶稣说的 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 并且有做比较更大的事 所以我们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方法 很重要是神的方法 神的方法是什么呢 这是邀请耶稣来到所有的 我们的聚会 在敬拜 在宣讲话语 我也去讲神的美善 很论去宣言什么 宣言你要做什么 你要祷告 你要尊重 去宣言律法 我们去宣言神的美善 我们也告诉人神的美善 但这个不是主要的教导 主要是讲到神的美善 然后告诉他 当你尊重神 神怎样喜乐 这个恩典就推动他去尊重 所以我不需要告诉人很多次 你要传福音 你要传福音 我说你传福音那时候 神很喜乐 神看着你 他就喜笑 他就祝福你 他看到你传福音 你虽然他不信 神还是很喜乐 神也必定祝福你 我讲很多神的欣赏 和神的力量 神的陪伴 这样的话 人就更有动力去改变了 结果教导 我觉得是我 教导众神 赐给我的最重要 其实这是圣经的教导 这是太多人 因为在律法中长大 所以好像心中充满律法 不是充满恩典 这方面因为比较重要 如果你有提问可以问 或者是我继续讲 其他的课程 好了 下一个教导 神性情查经法 和讲道法 这是与这个平衡恩典律法 带来的一个重要的教导 我用一个比喻 这里有多少母亲 这里有谁是母亲 请你举手 好的 这种母亲呢 你知道怀胎十月是怎么样 是不是 怎样辛苦 怎样小心 然后你生了这个 生了孩子的时候 是极度的痛苦 是不是 然后生了孩子 你就好像忘记这个痛苦了 他出生了 你听到他哭了 你就很开心了 你就忘记你的痛苦了 然后你就用很多努力 去照顾他 很多方面 每一方面 你做了 你照顾他身体健康 他的 他的 教育 他的生命 帮助他 有礼貌 帮助他 怎样读书啊 怎样成长啊 每一方面你都留意 穿衣服啊 每一方面都留意 那我想问你一句 你的儿女 留意到你所做的 有多少呢 如果 我说 你做了一百 一百 样事情 你做了 百分之百 他看到你多少呢 如果他看到你百分之十 可能你很喜欢 是不是 如果他告诉你 你做了一部分 可能你很开心 你看到他 知道你对他的美上 如果有儿女 能够说出你很多的 辛苦 你对他的心 你对他所做的一切 我觉得你 你必定会非常的满足 你说 我有这个儿女真好 我想告诉你 神 对我们做很多美事 但很多人去看到 神的美事的 百分之一 百分之二 没有看到全面性 在讲道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不是讲 神的美好 是讲很多 我们要做什么 这些没有错 但这些不是 最重要的真理 你留意这个经文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去有坚军的知识 有圣洁的国度 有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 圣洋 那叫你们出黑暗 入其妙 过敏者的美德 我们去宣扬 神的美德 不但是宣扬 人要做什么 我们要宣扬 律法 但最重要是宣扬 神是整个美好 是荣耀神 最重要我们释放 是让人看到 神的美善 神的善良 神的恩典 神的帮助 让人 喜欢神 我们的目的 是让人感激神 我告诉你 我非常喜欢神 我想到每样东西 都是神来的 我想到我的身体 我的眼睛 能够看到你们 哈利路亚 我看到你们的眼睛 能够看到你们的感觉 感谢主 我看到你们的笑容 哈利路亚 我们的口 能够笑 我们的口 能够说话 能够唱歌 能够吃东西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不会进入我们的肺部 会进入我们的胃 我们呼吸的时候 进入我们的肺部 每一样 都是这么奇妙的安排 而且圣灵的感动 这么温和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神很甜蜜 很甜蜜 1998年 当这个步道家 安可罗 他的名字是安可罗 他为我按手打高手 我马上经历很大的能力 好像电流进我的里面 很大的爱 很大的充满我 我哭了很长的时间 我非常的感动 我就说我不知道神 我可以这样经历神 我就用很多时间祷告 我就发着每一期祷告 里面就涌出喜乐 涌出爱 我就说 我以前不知道神是这么美好 然后我就留意神北洋作为 我为很多人祷告 当时我在教会里面 为人祷告 他们很多人改变 有些人就成为宣教士 后来成为宣教士 成为牧区传道 兴起很多人侍奉神 我在侍奉中 兴起人侍奉神 比以前强很多很多倍 我就看到有神的同在 神会做他的工作 我就非常喜悦神 神啊 有祢就够了 有祢万世主 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我所得的 祢为我持守 我所得的都是祢赐给我 也是祢持守 当我们看到神的美上 我有无限的动力 虽然我现在差不多83岁了 七岁了 七岁上对不起了 长得太快了 七岁上差不多七岁上 很多牧师已经退休 但我永远不要退休 我的同学们 他们做不同工作 大部分都退休了 我永远不想 因为我有太多神的教导 其实我今天圣灵是 二十多年前 以后我就不想停止事奉 我永远想继继续事奉 祝福更多人 因为我喜悦神 我的心里面 真的觉得 世界上只有神最好 有一首歌 世上只有妈妈好 听过吗 听过 世上只有真神好 应该是真神好 世上只有真神好 神才是最好 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从神来的 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不是单去讲这个经文 我去讲神背后的心 他的心态 他老早的预备 他的怎样祝福提升 例如这个十二年写漏的富人 他摸耶稣 耶稣问谁摸我 他很怕不敢说话 因为他犯了律法 后来他耶稣 门徒就说 每个用机里 为什么问谁摸你 他说总有人摸我 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然后这个女人就承认是他 然后耶稣说什么话 这个女人以为耶稣会说 你怎么敢摸我啊 你知不知道你犯律法 但耶稣说什么呢 女儿放心 你的心救了你 我相信这个女人马上真的想哭 真的想哭 耶稣叫我做女儿 耶稣接受我为女儿 我是犯律法的 我是这么痛苦的 没有用的 耶稣的心是这么接纳我 但你当时看经文你看不到 但为什么我看到 我是好像孩子看母亲 我会想母亲需要做什么 母亲做了什么 所以她会有做这么多的好事 她的心对我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知道母亲的美好 同时我思想神的恩典 我告诉你 我整天都思想神的恩典 我有空我就思想 我看到你们有动力 我看到你们来的时候 谈论的时候 刚才我来到桌下 吃饭 然后我忘记你的名字 你就跟我沟通 我马上感受你的心 你的爱主的心 当我感受他的爱主的心 我感受什么呢 我感受是神 将这个爱主的心放在他里面 我马上想到神 我看到老师的美好 我想到什么呢 是神改变他 我想到我自己的改变 是神改变我 我看到任何好事 我都想到神 有多少人常常想到神的美善 当我们常常想到神的美善 神很喜悦 我不是说 我特别做一个事情 就是神就给我多一些分数 更多的赏赐 我就是说 神就是这样美好 为什么我们看不到 世上没有人像神的 有首诗歌 有谁能想你 耶稣只有你了 感动我心 永永远远 寻找得到 耶稣 有谁能想你 我很喜欢这首歌 但刚刚忘了这个 这些一些歌词 但有谁能想神 所以我每一篇讲到 我讲到这个 喜欢连泄露的妇人 我会说 神的心里面 不需看我们犯了什么律法 当然神会看到我们的罪 很想我们回改 但首先神的回应 是首先说 你是我的女儿 你是我的儿子 我爱你 我必定赦免你的 你来到我面前 我必定赦免你的 你必定蒙福的 我看中你的 你是我眼中的同仁 是冠冕生的宝石 宝石 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第一个要点 背后神是怎么样 看这个妇人 是非常的宝贵 是她的亲女儿 我们每个都是她的亲儿子 和亲女儿 是非常宝贵 因为神有这个 这种 亲情的心 我们真的是她的儿女 所有的经文 就是有律法的经文 我也去讲出神的恩典 例如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这句话哪里有恩典呢 没有 但背后有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什么意思呢 你留地步 魔鬼就偷窃杀害毁坏 这些神本来给我们 所有事件 神既不爱惜她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写了 岂不也把万物 和她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 基督徒是有所有的 有一句话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什么呢 他说 保罗基法 世界 现在的事 将来的事 都是你们的 有没有记得这个经文 这句保罗说 这个世界所有都是我们 当你越亲近神 越赠从神 神就这样 为你预备 能够发挥的 你越走在神的路上 神给你的发挥就越大 越大 越大你的生命就越提升 所以这个神性情讲道法 就是每一次讲道都讲到神的美善 鼓励人去遵从神 也去用时间去思想 神这样 神这样帮助我 他到底有什么心态 有什么预备 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恩典 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到底我看到多少了 我就去帮助人看更多 当人看到更多的时候 就很喜悦神 这个我很 当我们讨论这些之后 我都示范给你们看 怎样用这个 神性情查经法 这去查经的时候 都去查背后神的属性 他的恩典 然后他的这个讲道法 也是这样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然后也会很实际的讲 怎样改变 例如刚才我说这个 学年写漏的夫人 那我们怎样改变呢 就是说 神这样看我这么重要 我是他的女儿 他的儿子 是这么宝贵 那我们会不会看 他是我的爸爸 是我的朋友 是我的新郎 是我的所有了 那我们能不能够 这样回应神呢 这个就是回应了 行动怎样 去建立与神这种 极度亲密的关系 这个就是行动 不单是恩典 我必定有行动 这个行动就是律法 但我讲律法的时候 也是充满恩典的 我也是说 神看我们是儿女 当我们看他是天父 爸爸朋友 新郎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他就很开心 你看我为你的新郎 我很开心 我就看中你 你是我的新娘 你是我的朋友 你是我的儿女 你是我所爱的 我用恩典推动人 祝福应神 这样看中我们 这个就是 律法也是充满恩典 这个需要时间操练 不容易学的 因为很多人学 很容易是怎么样了 讲一句恩典 神看你是儿女 马上就说 那你有没有尽力去 尊重神啊 令天父喜欢啊 就马上一句恩典就讲完了 你看我讲恩典的时候 我讲不完 不停地讲 因为神的恩典是真的很多很多 每一方面都是恩典 讲不完的 所以保罗说什么了 要求神帮助我们明白 神的爱是什么 长破高盛 所以我们不能容易明白 其实我们明白神的爱 如果有百分之十二十三十 已经很厉害 大部分人只是看到神的爱的小部分 好了 这个就是 让人看到神的恩典 神的美善 神的预备 神的善良 然后我们怎样回应神 当我们回应神 神也陪伴我们 帮助我们 提升我们 赏赐我们 提升我们的生命 好了 第三个要点 第三个课程 就是处理生命 我想说一说 这个讲道法需要操练 因为我发觉很多人 写这个讲道的时候 很容易就说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祷告 你要悔改 你要尊重神 你要传福音 我通常讲道不会这样说的 我会这样说的 神在不停感动你 去关心人 有没有吧 当你留意 你里面会有一种心 我要关心他 我要帮助他 这是神感动你 当你回应神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了 当你回应神 我要关心人 我要传福音 神就很喜悦 神就祝福你 神就将更大的能力赐给你 所以你要 当我们回应的时候 我用当不是你要 通常我避免用这个要 当我们关心人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神就笑了 他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他就欢呼 哇 他爱人了 他传福音 神就很喜悦 这个就是我讲 正宠神的时候 我也是 不是用要 而是用 讲出神怎么多的恩典 怎么感动我们去正宠 当我们回应神的感动的时候 神就很喜悦 神就必定提升 所以我们现在去做 神就一边在笑 我们一边侍奉 就一边开心 这样的话 我们侍奉也开心的 好了 第三个主题是处理生命 很多基督徒就是 生命中很多的罪 罪 带来整个生命的破坏 整个 因为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教育的更加厉害 罪破坏家庭 很多基督徒的家庭 甚至传道人的家庭 也很多讲 吵架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明白男女的分别 也没有爱对方的心 总是要求 总是律法 你要洗衣服 你要放好衣服 你要洗碗 洗干净 这些都没有错 但其实我们可以这样鼓励 配偶的 你洗碗 我谢谢你 你替我洗碗 我很开心 你帮助我 我很开心 我有你这个 配偶真好 这样就更有动力 但如果你只是说 你洗不干净 你看看这里 洗不干净 你怎么这样 你做什么都做得不好 不知道这个批评 所以圣经说不要论断 论断不是好的方法 批判不是好的方法 但人有罪怎么样 我们可以让他知道他的罪 但不需要用定罪的方法 定罪的方法是什么呢 你没有用 你不是好人 你是 没兴趣做好事的人 就是有一种批判的心态 我们可以让他知道 你想一想 你刚才语言沟通的方法 可以改善 你觉得你这样沟通 是不是令人伤心 令人不开心 我也是让他知道他的错 但我没有批判他 我让他知道 但我不批判他 因为批判 只会带来负面的后果 所以我们需要处理罪 有些人不知道 烦恼是罪 担心是罪 因为圣经说 凡不是出于信心都是罪 但怎样处理罪 神给我这个得胜 我不取 有罪马上留意到这个罪第一 第二 知道他有破坏性 第三 圣经说什么 第四 祷告求神赦免 求神给力量 第四 第五 我选择顺服 很多人就是这样 里面有露气 他选择骂对方 他选择顺从他的自然的反应 但我处理生命 我是怎么样 我知道我伤害人的时候 必有破坏性 就是心里面 清看人也有破坏性 所以我心里面有清看人 我马上求神赦免 马上选择 看这个人的好处 他虽然有罪 他还有好处 他有好的地方 而且他是宝贵 在神的眼中 是很宝贵的 所以我就用游和的方法 与他沟通 有很多人 很多方面的罪 例如 很多男性觉得 这个淫恋很难处理 我就说 如果你珍惜你的生命 当你知道你的生命的宝贵 你有淫恋的生命 有淫恋的生命 就会 是不会神不喜悦的 但如果你是圣洁的生命 是很美丽 我就会问他 天堂 有没有淫恋呢 天堂如果有淫恋的话 会变成怎么样呢 天堂很美丽 因为没有罪 没有人吵架 没有淫恋 所以是极度的美好的 如果你的家没有罪 你的家就很开心的 你想不想你的家都是 充满开心的 充满安典的 你的家充满安典的话 你爱你的配偶 你也享受生命 我常常告诉人 我与我的太太这么好的关系 我享受生命 她是我最大的支持 最大的帮助 她是永远喜欢跟我一起 永远喜欢帮助我 她很自动帮助我 很自动喜欢我 我去享受生命 你想不想享受婚姻呢 或许你喜欢吵架了 在婚姻中吵架 你觉得好吗 就是这样让人看到尊重神的美善 神的祝福犯罪的不好 与神的关系 思想 情绪 很多人很难处理情绪 处理了思想 多亲近神 情绪就会处理 但这些方面需要 更多时间解释 我现在不解释 就是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如果有人觉得 困难就是 神不爱我 困难就是说 我很苦 这样的话 他的思想就令他的情绪不开心 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想的 西风真难 很辛苦 没有很大的果效 他的思想是这样 情绪是单子 我的思想是什么呢 我做什么好事 我荣耀神 神喜悦 而且人听到神的美善 人会喜欢的 我发觉是这样的 你有没有留意 当我讲到神的美善 你的心你会觉得开心的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如果人但是说 你要你要赞美主 你要感谢神 你要怎么讲 你要走去你要的时候 我们就只是觉得有责任 但我们讲到神的美善 我们都会开心的 所以西想改变情绪 或者是处理人的伤害 不要吃人的垃圾 人的不好 不需要处理 不需要放在心上 需要处理 内心世界是不是平安 轻松爱 人之关系怎样沟通 柔和的沟通 不是用律法 不是用批判 而是怎样引导人去改变 婚姻家庭 我也做很多婚姻家庭的辅导 这些也是很重要的训练 然后去侍奉的问题 因为侍奉也有很多 不同的困难的 怎样处理 好了 第四 柔和而有效的 沟通的方式 很多人就是习惯 用吵架骂人的方法去沟通 他说对方不好 当然是骂他了 因为他相信一个道理 不好就要骂 这个是不是好道理 这个不是 不好 耶稣见到彼得不好 他是不是就骂他 你跟我三年 你还要否认我 你怎么办 耶稣没有骂彼得 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 所以彼得是觉得很感动 后来他看耶稣 他就痛哭 痛哭 我不知道彼得的内心 可能一方面是 他是觉得内疚 他犯了罪 另外一方面是 他想到耶稣对他说 我已经为你祈求 我已经关心你 我已经将你放在心上 我为你祷告 然后耶稣要提升他 你回头以后 要见顾你的弟兄 神也见到他 他就觉得我不配 但神见到我 这是这种游和 所以圣经也说 游和的舌头 能截断骨头 这是游和的方法 其实对孩子 多说游和的话 你是很宝贵 你是很重要 我对你的女儿多次说 你很重要 很宝贵 我欣赏你 当你对孩子 这样多说的话 他很喜欢你 他会 他会喜欢跟你一起 你想一想 如果你的父母 是常常跟你说 我看到你的前职 你很有 很有智慧 聪明 你做很多都做得很好 你学很多都学得很好 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父母 真的很可爱 但很多父母 都不懂得 怎样欣赏儿女 不知道欣赏 是一个好的沟通的方法 而且如果有问题 怎样引导对方去处理 然后 然后第五 如何建立人籍的关系 怎样各方面 留意到人籍关系 有什么好 不好的地方 有的关系 总有好的地方 就欣赏 他有 有些人对我说 我的老公不好啊 那我问他 他有没有好的地方 有啊 他赚钱啊 那你有没有感谢他呢 对他说 老公你真好啊 你赚钱给我 我很欣赏你 因为有你 所以我有 可以有钱 谢谢你啊 他会觉得他重要 这样的话 可以慢慢改变这个关系 很多人不知道 欣赏可以改变关系 好了 如何建立人的灵命 很多人觉得很难 神给我这个四个要点 四个要点提升人的灵命 很简单的 可以放在记忆里 当然这个教导 不但是这个四个要点 但其中这个动力四个要点 第一 神是充满爱 他看中每个人 每一个都看中 每一个 每一个 现在里面每一个神都看中 第二 神有大能 能够大大祝福你 神有能力 祂要祝福你的手 祂的祝福是 你不能想象的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第三 当我们亲近神 尊崇神 侍奉神 必定蒙福 当你真心的侍奉神 你的生命必定提升 第四 不亲近神 不遵从神 不侍奉神 犯罪 你会懒惰 必有破坏性 这个破坏性可以破坏你整个生命 魔鬼会偷窃你整个生命 破坏你整个生命 那你要走哪一条路 而且很多时候我带人去敬拜神 你经历神的同在 是不是很美善 你想不想整天都在神的同在 神的能力 你回应神 神就喜悦 虽然你看不到 但你感受到 怎样感受了 你会觉得喜乐 当我们真宗神 吃风神 帮助人的时候 你里面觉得喜乐 我讲到里面觉得很喜乐的 我一边讲一边很喜乐 我只是感受圣灵的灵在 令我很喜乐 这个 这样生活好不好 你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教导 让人看到神的美善 神这样看中你 你尽尽神 你自己也蒙佛 你尽尽神 你尽尽神也这样喜乐 然后我带领他们去敬拜 他们尽你神 他们就有动力了 有动力 所以老师告诉我 以前有些人来 参加我的聚会 回去就开始侍奉神了 就因为他们看到 侍奉的美善 就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提升 教友 我会告诉他 问他 你有没有一种感动 关心人呢 有没有啊 你有的话 就是神在里面 带领你感动你 神看中你啊 你被神看中了 你被神显中了 你去买水果 会不会捡一个比较大 比较完美的 是不是 你买水果 捡一个比较好的 神已经捡选你 神在你生命中 有奇妙的计划 所以他感动你 你呼应神 神就喜悦 所以你开始这样做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你开始蒙神喜悦 这好不好啊 好的话 你开始每天这样做 这样的话 你整个生命提升了 结果 另外帮助人 灵命更新 是为人 带领敬拜 让他经历圣灵更多 也可以按手祷告 其实有些时候 没有按手 人也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就这个啊 我会讲到 怎样建立人的灵命 然后第七 侍奉人员的生命和心态 保罗有讲到 我们所做的 有些人是金银宝石 有些人是草木和街 哪些是金银宝石 很简单 用神的方法 就是金银宝石了 神的方法是什么呢 荣耀神的 谦卑的 是建立人的生命的 是真心的 不是假意的 是关心人的 是 不是活在罪中的 用圣洁的方法 就是 金银宝石了 如果 用竞争的方法 比赛 比较 别人 你做的不好 批评的方法 伤害人的方法 或者是 轻看某些人的 的侍奉 或者是 骄傲 或者是用自己的方法 都是 可以是 草木和街 我就问人 如果你要建造一个房屋 你建造 一天你建造 异度墙壁 这个墙壁你建造了 你会不会晚上就将它 菜尾了 你建造了会不会就马上 菜尾了 不会 但你一边 一边侍奉神一边犯罪 你就一边菜尾 你所做的就是白做 你要不要白做 有些人侍奉很长的时间去白做 为什么呢 他们一边侍奉一边侵看人 一边侵看某些没有尊重神的人 里面有露气 也没有处理生命 里面很多的罪 很多误会 所以我讲到这个 侍奉人员的生命和心态 怎样有一种 就是祝福人 神也喜悦 所以做得很轻松 越轻松 越倚靠神 越亲近神 越有力量 好了 第八 如何兴起人有信侍奉神 侍奉神是这样的 每个基督徒都是奉神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二第三个比喻 第二个比喻是五千 二千一千 引起的比喻 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有 神给我们的恩赐 如果我们使用的话 神回来的时候 神就说你是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然后第三个比喻 这是耶稣 人子在祂的荣耀中降临的时候 将万民分开 好像牧羊的人将绵羊 善羊分开 也是这样分开 绵羊这是做好事在祂身上 在祂的弟兄身上 善羊是没有做好事 在主的弟兄身上 这些人就要往 没有做了就要往 我永行你去 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节 所预备的永火里面 这个埋藏一千 因此的就要赶到外面黑暗里 在那里哀哭怯 所以没有侍奉神 没有使用恩赐 没有去祝福人的 就要赶到外面黑暗里 进入为魔鬼预备的永火里面 所以侍奉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 但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做传道员 传道员必定有神的感动 怎样有感动呢 就是这个人继续有这种感动 我想传福音 我想建立人的灵命 我想祝福其他弟兄姐妹 他如果有这种感动 这个就可以是侍奉人员的感动 他有这种感动 如果他没有这种感动 或者是他的恩赐 完全不是传道人的恩赐 这个方面我们需要这样说的 不是每个人都做传道的 每个都做传道人的话 未必是好的 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做某些工作更好 天国里面不是每个都是传道人 但每个都可以建立人的灵命 都可以传福音 每个都应该 但有些人是有神给他们的呼叫 暗示能力去做传道的 这些人我们就要珍惜 我们就建立他们 帮助他们 给他们机会去侍奉神 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 他们可以为神做更大的事情 也可以与他一对一的沟通 你有没有感受一种动力 在里面很想关心人 传福音见人的灵命 如果你有的话 继续有的话 这是从神来的 这可以是神护照你 你愿不愿意回应神 这个是荣耀的护照 当你进入这个事奉 是非常荣耀的 但必定是神给你护照 这个护照不一定是做梦 不一定是见到异象 这是神不停地给你 给你这个动力 就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 一象一梦 呼叫我去做传道的 我没有 我就是有这种感动 我没有见到一象一梦 也没有听到耶稣告诉我去做 我就是有这种动力 所以这个我们就兴起人 但所有基督徒 我们都兴起他们侍奉神 不同的岗位 在教会里面不同的岗位 有些人去探访 有些人去接待人 好了 第九 建立侍奉的团队 就是有些教会是这样的 无需做所有工作 其他人就 就是听到 这样的话 好像很多人都 不能参与侍奉 他们这个归属感就不强了 但我们怎样建立 侍奉的团队 敬拜的团队 为人祷告的团队 探访 接待人 各方面 都计划 在教会里面的计划方面 都有不同的团队 但很重要是 这些人都需要这个护教 有些人在教会里面 是在做执事 你有没有见过执事 其实执事控制教会 不是带领教会 执事 教会的执事 去破坏教会的 异象目标的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护教 他们只是用管理 圣意的方法管理教会 这些人不应该做执事 执事是应该有 这个释奉的心态 他们应该本身有释奉 然后他想建立教会 都有这个释奉 都向着这个释奉的方向 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释奉 好了 辅导和婚姻辅导 辅导跟教导有什么分别呢 有很多人以为他是辅导 例如这个夫妻来到了 吵架 有些人就说 你回家要互相摇树 互相拥抱 一起祷告 一起认罪 你说了 他们回家会不会去做了 未必去做 因为这只是教导 教导他未必入心 进入他的内心 辅导是怎么样了 你看一看我的手 看看我的手 他去在这个状况 很多问题 你希望他去到这个状况 就好像一百分 你想去到一百分 他只是有两分 你不能以上紧叫他去到一百分 我们需要引导他 怎样 我辅导的方法 很简单 但其实学习也不容易 简单就是说 任何人都可以学习 这是怎么样了 首先聆听他 接纳他 聆听的时候不要批判 聆听的时候让他觉得 我关心他 我真的关心他 不去外面的关心 然后我会讲出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有困难 你想不想 能够处理这个问题 能够开心做人 你想不想 然后他说想 我就说非常好啊 你有这个心非常好 那你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方法 你有没有曾经用什么方法 然后他说用方法都没有用啊 做不好 或者是有些方法有用 我说怎样有用啊 告诉我 然后他说有用 有什么地方没有用 那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这个方法呢 然后我就也可以问他 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些其他方法 让你去改善可不可以 那这个跟教导有什么分别呢 我是让他思想 让他知道他的困难 他的痛苦 你想不想改变 其实我们 帮助任何人都应该用辅导的方法 你帮助人侍奉神 不要说你失奉了吧 不但是这样 而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心去关心人 有没有发觉你关心人 里面有动力去关心人 去传福音有没有 有的话 这是神在你的里面 在感动你 就引导他 让他看到他的里面的动力 那你有怎样回应神的感动呢 你觉得你的回应 能够继续吗 还是有什么拦阻啊 我就是用提问 引导他一步一步的进入师父 处理问题的话 我就一步一步的帮助他 但在辅导的时候 也需要很多的 懂得怎样处理生命 处理情绪啊 处理沟通的方法 很多婚姻有问题 为什么 是因为沟通的方法有问题 因为他们不懂得沟通 所以很多问题了 这个辅导是很重要的 其实传道人一方面应该学习讲道 也应该学习辅导 怎样引导人去改变 这个辅导可以用在日常生活 就是 与任何人的关系都可以有辅导的 与孩子 你可以说你很乖啊 你怎么有动力今天读书 我看到你很用心读书啊 你这么乖 你觉得你能够成绩很好吗 你觉得能够进步吗 你想不想进步啊 这个我是用辅导的方法引导他 我不是说你要读书你要读书 我去引导他 好了 十一 带领小组 很多教会很大的增长 是因为有小组 因为 但是在听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人 不能将教导放在心中 所以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小组 小组有 很多时候会 有些去查经 有些去讲道的道 在一起讨论 然后应用出来 怎样带领小组 帮助人应用这个教导 在生命中 十二 圣灵充满对灵命和侍奉的帮助 圣灵充满是与神 有极度高度的关系 其实每个人都有圣灵 充满到某一个程度 有些人的程度很低 有些人的程度很高 我发觉我出信主的时候 我祷告 我马上觉得平安的 我唱诗歌 我觉得很喜乐的 其实当时圣灵已经在我里面 感动我 推动我 但我不知道这个可以加强 越来越强 我现在的情况是 任何时间我想到神 马上我里面觉得有能力的 马上有喜乐 有力量 有动力 所以我 基于我经历圣灵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地层 没有力量 没有动力 我是 每一天都有动力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 带给我的力量 但 经历圣灵 经历圣灵跟圣灵充满是不同的 有些人经历圣灵 只是以撒几 他必定要保持 才是圣灵充满的 然后十三 各种传福音的方法 有些方法是 其实很多人传福音就是有一套道理 告诉对方 如果对方没有心的话 很难进入他的生命 有些方法是怎么样 根据这个人需要 他有忧伤 就聆听他的忧伤 聆听他 回应他 关心他 然后问他 你想不想可以更喜乐 更开心 然后可以分享 自己或者是某个不开心 然后信耶稣之后 亲近耶稣之后 这个忧伤就慢慢被抑制了 就让他看到 信耶稣不但去去天堂 也是今生更喜乐 更有力量 怎样处理家庭的关系 内心的问题 就是信耶稣不但去帮助 我们去天堂 也是帮助我们整个生命 另外我有一种 经历圣灵步道法 我就是为他 沟通 与他沟通之后 了解他的情况 我就问他 你想不想我为你祷告 如果是女性 帮助女性的话 你不需要问他 我为你按手祷告 好不好 你不需要问他 你就是抓住他的手 他以为你是很亲切的 为他祷告 你抓住他的手 已经去按手了 有身体的接触 你为他按手 祷告 很多人就会经历神的同在 你就问他 刚才祷告有没有什么经历 他说很平安轻松 你就说 这是神临在你身上 很平安 很轻松 很舒服 或者是有疾病 可以移植 有中担 刚才你们说有中担 马上就轻松了 这个就是神的同在带来的 这个就是很奇妙的 但我们可以用很游和的方法 因为有些 圣灵充满了很激动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很游和的方法的 唱诗歌 有些人都是很激动的 但你发觉我唱歌都是很游和的 也是人 这是用游和的方法 人可以 也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好了 然后第十三 第十三传飞的方法 第十四 事奉和带领教会的策略 策略什么意思呢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策略 例如老师的女儿很乖的 她从小已经教导女儿读圣经很多次 我帮助她 因为我看到她很有心 她也有心侍奉神 我帮助她的策略 跟帮助一个顽皮的孩子很不同 需要不同的策略 对于她的女儿 更多的欣赏 更多让她看到她的能力 她的恩赐 让她发挥出来 但有些人不是这个程度 我需要让她知道她的情况 她的困难 但不需要责备她 也是让她看到 你觉得你生活开心吗 有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没有的话 你想不想开心做人 你想不想进步 引导她 所以这个策略是不同 然后教会策略也不同 如果这个教会都是懒惰的基督徒 你要改变这个教会怎么办呢 首先是不同的教导 让他们看到懒惰的后果 爱神的后果 爱神的神的祝福 神的喜悦 然后你看他们的反应 有些人的反应比较强的 有些人就说 当你讲这个道 或者去带领他们敬拜 如果你在教堂里面带领敬拜 其实 有些教堂可能不能介绍 我刚才带领的敬拜 但你也可以用一种跟普通唱诗 差不多的方法带领敬拜 就是唱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说一声话 我们来敬拜神 我们来感谢神 他们就习惯这样爱慕神 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闭上眼睛 我们感谢神 感谢天父 你就留意谁专心投入 祷告 你讲到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用心去听 有反应 这些人是我们更新教会 最重要的人物 不是每个人都同一个程度的 有些人他们有反应 他们能够改变教会 比他们更有能力 因为他们愿意 所以耶稣神 神了十二个门徒 用时间放在他们身上 因为他知道最重要十二门徒 去带领将来的教会 这个就是耶稣的策略 我们侍奉也有策略 这个很多方面的 例如一个人很难改变 怎样帮助他改变 同共不同心 怎样帮助同共同心 这个需要策略 我们看到任何问题都需要策略 如果家庭关系不好 用什么策略 有些家庭很难改变 可能改变的方法只能 善待对方 希望有一天他会改变 有些家庭很难谈论问题 有些家庭可以谈论问题 谈论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改变 但有些家庭不适合谈论 只能够接受 可能你们有些配偶 是很难改变的 那你就是用耐心 用爱心 但有些改变 你就欣赏他的改变 我曾经有些人找我辅导 通常是女性比较多 因为女性求助比较多 他说我的老公啊 不关心我啊 他什么不好不好 我就问他 你的老公有没有好的地方 他说有啊 他做某些事 他也是地方照顾我很好 我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入点 你要改变这个关系 需要有一个门 这个门是什么 任何地方他开放 或者是他好的地方 他对你关心 你就说老公你真 好啊 你这样关心我 我觉得很幸福啊 我有你 我很开心啊 这个就令这个关系改变了 不但是看他没有做的 看他有做的 但太多人 是看到人对方没有做的 不是看到人有做的 所以关系总是不好 好了 继续啊 继续啊 测了15 认识和预备 迎见末期 只是我觉得这个末期 很快来到 我们看这个天气 你看到近年来 这个洪水 暴风比以前强很多 你很难 我们很难想象 十年之后怎么样 二十年之后怎么样 三十年之后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世界 不会很长的时间 可能 三十年之内 耶稣就回来 这个大灾难就开始 我告诉你 圣经是证明 大灾难之后被提的 我知道很多教会是讲到 大灾难之前被提 但其实圣经是很清楚 讲到 大灾难之后被提的 如果你有兴趣 我可以让你看到 我们需要预备信徒 怎样在大灾难中 站立得稳 怎样有力量 怎样不会跌倒 耶稣已经说了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并且要比起陷害 比起恨物 比起陷害恨物 跌倒 就是说本来他们不是这样 本来他们是信耶稣的 但现在他们比起陷害 比起恨物 所以说他本来是基督徒 后来跌倒 所以我们需要预备基督徒 迎见末期 怎样站立得稳 十六如何带领敬拜 和复兴的祷告 怎样带领敬拜 在祷告中 帮助人经历圣灵 很多人祷告是这样的 很多祈求 这是好像祷告 就是一个清单 神啊 帮助我们教会什么 帮助我们教会需要钱啊 我们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需要 都是 常常都是 需要做什么 需要做什么 你发觉祷告 但是 祷告 需要做什么 有什么需要神帮助 但是这样祷告力量不大 你发觉 如果 祷告是亲近神 爱慕神 也相信神的爱 这样祷告力量更大 这样怎样带领敬拜 帮助人 经历神的同在 再一个是 如何为人 做意志 何感邪灵 这个 刚才 在吃饭之前 我为你们祷告 有缘祷告 当时也 你们也觉得有平安 有轻松 是不是 这个就是 怎样 用什么方法 其实就是能够 有圣灵的运作 也讲出神的恩典 神的怜悯 神的爱 也讲出 我们会放心 不需要担着担子 人就会 得意志 得释放 同时 很重要是有 圣灵的同在 感邪灵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 有些人不知道 有些人有 邪灵 怎样知道了 这是他常常有 声音在里面 告诉他 你没有用啊 你要死啊 你要跳楼啊 你要做什么 不好的东西啊 或者是 里面 常常有一种 骚扰 或者是睡觉的时候 有邪灵 骚扰他们 压住他们 鬼压 这些都 可以去邪灵 这个 怎样敢邪灵 然后第十八是 聆听神的声音 怎样能够 留意到 圣灵的带领 神的声音 带领我们的 事奉 带领我们的生命 带领我们 怎样带领 教会 好了 这是第十八 但其实可以 有其他的 你们可以回应一下 觉得这些教导 的重要性 怎样可以帮助 侍奉帮助教会 这些教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